今天晚上就讲一件发生在8月8日的 抢劫中餐馆的案件 这间中餐馆主要是经营寿司等等 亦有外卖的地点就在swallow 等下你们看视频就知道是哪间餐馆 为什么8月8日发生的案件到今天才讲呢? 原来在今晚10月6日 荷兰电视警讯节目里 重新播了一次这个案件的长情 我强调的是重新 因为以前已经播过一次 别说那些荷兰警察不负责任 一宗这样的案件 并没有损失什么金钱 也没有伤到人 他两个月 特别安排在全国电视台里面 播了这个节目 找尋这个响绝者 不过说话 整两个月都破不了案 又有监控录影 又有外贸特征 荷兰警察办案的效率是否低了一点? 好,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是8军的 他也有激烈動作 但是人員没有办法 给钱 吃烤肉, 鲜,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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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 他在一段时间 他失去的地方 他失去的地方 他失去的运动 大家看看 他在这边的包装 今天晚上我们荷兰一网的新闻节目里 也报道了这条消息 话说在8月8日傍晚时分6点钟左右 一名男子就袭击了荷兰Swarler的一间中餐馆 他蒙着面 用刀威胁餐馆的员工杀取钱财 这间餐馆的员工做出了抵抗我们刚才看到的场面 劫匪一无所获,匆匆逃离 走隔不休息 警察闻信而来 展开调查 都找不到劫匪的蹤影 现在警察又提出问题 谁在8月8日星期六半周5点45分到6点钟左右 在事发地点附近看到这名男子 又有谁知道他走到哪里 又有谁认出他穿拉企鞋 就请报告警方 警方说他的特征就是呢 大约是一个年轻人 浅色皮肤 荷兰警察特征描写很巧妙 浅色皮肤 你都知道是什么肤色的人 他穿着年帽的黑色外衣 头戴蒙面的帽子 穿着一双黑色运动鞋 就是这双拉企鞋 警方说 当天天气很热 30度 但是呢 这个人身上的穿戴 就包得好像一种种 所以在份外引人注目 我们再认真一下他的尊容 今晚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知道多点、听多点的 就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找个话题聊聊 拜拜